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次退欧 脱欧 是吧 脱了两次 英格兰 打击挺大 真是不同情 好多球队输我还同情 像西班牙 像什么爱尔兰 匈牙利 至少有个表现 我觉得这次有一点重视之敌的感觉 我觉得对他们心理上其实也是一种打击的 怎么讲 现在整个欧洲对英格兰肯定是一种不友好的态度 足球来讲他一贯表现 他就是国内联赛很火热 出去就老输 所以他们说是欧洲的中国队 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 当然了 咱们仨都是有英伦情节的 想当年咱们三个在伦敦也是同吃同住 我还跟徐老师去看过比赛是吧 对对对 我也跟徐老师看过比赛 我还跟你看过比赛 没有没有没有 哎就是都有这个英伦情节 但是呢小田格外不一样 人家是剑桥是吧 没有没有 剑桥出来了 而且最近我也帮他宣传一下 人家小田在剑桥捐了个园子 不是叫捐了一个园子 哎呦我这个 就是一种肯定和鼓励吧 对对就景点你知道吗 以后去剑桥就找这个傅小田花园 我一路好奇 看他那个新闻一路好奇 居然多少才能留个名呢 其实这真的不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真的不是数字的问题 真的不是数字问题 其实都是数字的问题 现在剑桥有三个中国人的名字留在那里 谁 徐志摩 金庸 还有傅小田 厉害呀 徐老师好黑呀 然后好可怕 我一坐下 我一坐下 徐老师就把外套脱了 我都那么听话了 你还黑我 但是我说的是写实 一拖成名 一拖成名 这个是要讲数字的 小田 你知道剑桥 我掌握一个数字 剑桥就是同意留欧的 就是不想脱欧的 高达70% 这就 70是牛津 剑桥是73 这反映了这次英国一个规律 就是说教育水平较高的地方 一般都主张留欧 那么而且呢 但人家说了 这跟我还有点关系 就说这个豆鹅为什么起冤呢 六月飞雪呀 就这个公投第二天 剑桥你看高达73%吧 剑桥下冰雹了 后来剑桥的人就说 哎 下冰雹了 后来说伯明汉的人说 我没下 就是剑桥 剑桥的冤最深 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见剑桥的校友们 发剑桥 这是公投第二天 剑桥这个 出了冰雹了 六月雪 真的 因为我正好就是在公投的 头一天晚上 我在上海 然后呢 正好有剑桥那边的一个教授 也在上海 然后我们还见面了 还聊 哎 当时他就忧心忡忡的 他说要真的是脱了 他说我会非常非常的难过 然后当时就给我们这个描绘 就是如果脱了之后 对英国的影响 对欧洲的影响 他说你说的是吧 如果脱了之后 你就是说 不是 就是说 当时但是他说的时候啊 我们还没有怎么太当回事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总觉得那不太可能 我总觉得怎么就会脱了呢 但当时他就开始隶属什么 失业率 英镑的汇率 移民人数 对 然后他们的那个劳动力 因为现在实际上也是这个老龄化呀 以后没有这么多劳动力怎么办呢 然后又讲这个贸易 讲这个服务业 这个这个交流啊 流动性 我当时还说 我说 如果说真的是 大家互相需要的话 总能到时候 能有一个好的方案 对吧 在经济上面 至少是可以最小程度的受影响 他说你以为啊 那欧盟他们也不傻 要英国这样开了一个先河的话 肯定会惩罚我们的 他就这样说的 后来想想真的是也有道理 现在就是 我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气氛 他们不有人说是卡梅伦 本来玩了个船 是吧 结果玩陷了吗 想到叶利钦成了哥尔巴乔夫 现在咱们 我那天一看见 我觉得有一个历史时刻 你可以看一下 许老师 你看到这此情此景 我呢其实在他那个公投前两个礼拜 一直在英国 我呢去之前呢 我跟小田一样 我觉得是不大会脱的 我觉得这个 虽然那个调查的数字是差不多 但是我以我的常理来说 我说有什么理由要离开 波州吗 结果我转了一圈呢 我还帮搜狐写了一篇文章 我在那里有个专栏 我就认为他会脱 可惜这篇文章被他们删掉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删掉 真是没有敏感性 那个时候的国内的舆论呢 都是说不会脱的 但是我在里面 而且我是用这样的方法说的 我设身处地 我是一个英国人 假如我当然不是 我是一个英国人 我要投票的话 我也会赞成脱雾 而且是一个英国的老人 对 也不一定是老人 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英国人 为什么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 怎么来说 平等成可贵 博爱价更高 若为自由雇 两者皆可抛 呵 你说这英国人 还有点理想主义了 这个是坚守自由的最高定义 你怎么来说 很多人都把它推造一些表面的原因 比方说东欧移民啊 经济不好啊 我在那里跟很多底层的人 就是普通的司机啊 什么跟他们聊天 跟一些英国人聊天 我发现他们的一个基本感受 就好像 我跟你打一个比方 你能够理解 就好像你碰到台湾 香港的一些知识分子 他们讲中国的事情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 嗯 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啊 呃 从保调以来啊 他们都有一个基本的理想 要在中国实现民主 然后觉得他们所相信的东西 高于中国的一般的东西 他们来影响你们 换句话说 我要解放全人类 解放我的文化世界 最后解放我自己 但是经过了一定时期的努力以后 他们发现 没有用 而且就算你很富裕了 你很发达了 你还是不是朝着他的方向走 所以英国人 我接触很多英国人 他就说 Enough is enough 你东欧盟 你再怎么扩展 你去扩吧 你要收土耳其 你要收乌克兰 你要怎么样实现你的东西 你去扩吧 我们不跟你站在一起了 第一啊 你说这个 呃 这个做个比喻啊 跟这个什么台湾的 香港的知识分子聊啊 和跟英国人聊 这不一样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次 支持脱欧的反倒啊 不是以知识分子为主流 实际情况我都知道 在在实际上都是精英的 那边都是弱势的 我觉得他们 那些支持脱欧的人 他们其实不是出于一种情怀 不是出于一种所谓的自由 一种价值观的追求 不是的 因为什么呢 整个欧洲 它的价值观是相通的 它如果没有这样相通的价值观 首先这个欧盟就不可能成立 所以说 这方面的考虑 其实是次要的 我不能说是完全没有 但是呢 真正的 我觉得 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脱欧 两个 第一个 就是经济方面的考虑 就觉得我们给那个欧盟 每年交那么多的钱 然后他们给我们那么多的这个移民 然后没有帮助我们什么 总觉得这个英国 脱离了欧洲 一样可以发展的很好 甚至更好 第二呢 就完全是茫然的 不知所措的 就去投着玩 那既然要我投 你知道在英国之前啊 很多人是抗议的 说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决策 让我们来做决定 我们整天交那么多的纳税 纳税的钱 养你们这帮公务员 养你们这帮政治家 不就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刻 需要你们的吗 为什么把这样的担子 推还给我们呢 他们是不想投票的 但是后来又投了 那不知道怎么投 一投 投成脱了 一拖了之后 一看成这个结局了 所以就开始反悔 三百多万人 现在开始请愿 要重新投 他们就是说 那个谷歌嘛 Google不是做了个调查嘛 就是在公投完了之后 发现英国人 最多咨询的问题 第一个是 什么是欧盟 然后说 拖了会怎么样 就很多人觉得后悔 但是不讲后悔 不后悔 我觉得这个 也就是所谓的这种 直投 就是公投的民主的 一个让我觉得 也是个挺有点 荒诞的一个事情 就是哎 百分之四十九又怎么样 百分之五十一就怎么样 那么你看 这种民 直接民主 就意味着 难道说我百分之四十九的 就从了你们百分之五十一的吗 所以说民主 这个是多数人的暴政 真的是没错 有知识分子是这么说 这个 这个就是我在那篇文章 为什么他们把它删掉 可能就 我就解答了 我就试图解答 就是中国人 在中国人的角度来 对公投这个制度 本身会抱着什么 所以你要看 这个叫人民的权利和人权 本来就是一对相悖的概念 公投的基本点 是每一张选票是一样的 中国人是在这一点上 就不接受的 这个是康德当年 总结法国大革命以后说 人跟人的智力财富条件 天差地别 但是这个差别再大 也不能大到一个人 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 康德的这句话 成为所有现代国家民主制度的基础 所以叫一人一票制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 跟上海的一个哲学家 王元化宣传部长 我在他的房间里跟他聊天 聊到这个黑格尔康德 这个理论的时候 正好一个人进来 就是打扫卫生 我就说好 现在我们要在上海 或者国家一件重大的事情 要投票了 您王元化先生的一票 这位打扫的人也是一票 他说对 就是说以制度来 虽然从智力上来讲 中国人到现在还不接受的 中国人是以文化高低的 内生外亡的 中国人都相信 就像你刚才说 我们伟大的决定 要交给伟大的人来做 不叫伟大的人 我觉得 至少每个人 做决定的权利 是不一样的 民主只是很多很多的事情 政治方面事情的一方面 那么我们到了现代社会 有一个什么理念 或者有一个 我们已经通过努力 通过社会的文明发展 已经企及的一个东西 叫什么 叫分工 专业分工 任何事情需要专业分工 政策决定也是这个样子 所谓就是 还有民主更多的时候 表现为一种 代意志的民主 就是说 见见事让老百姓 一人一票 这玩意不靠谱 但是老百姓 选出他们的代表 比如议员 你们帮我们 在议会里做决定 这是一个比较常态的 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 都有公投制度 用的最多的是瑞士 随便什么小事 都会公投 瑞士一个国家的公投 超过全世界其他公投 瑞士的公投 就表现出 有的时候 在某些地区 人民做出的决定 是可以有理性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田发表 刚才说到哪了 你不能心思 老在你的花园里 没有 我在说 卡梅伦那段讲话 漂亮 是吧 不管怎么 他现在为了一身的骂名 说就是他把英国给毁了 丢了苏格兰 说他将成为一个 丢了苏格兰 丢了北亚尔兰 丢了欧洲的一个英国的首相 说是千百年来 最差的一个首相 现在这样说 但是你看他讲话 太有风度 太有气势了 是不是这话说的多漂亮啊 虽然我们 我这个阵营的是输了 但是我要祝贺 我们的对手阵营 而且我将永远的 为我的国家服务 英国的这个理性态度 就是说 虽然这件事情 是我不开心的 但是它有个更高的原则 是高于这个事情的 比方说 虽然脱欧是不符合英国利益的 那这个英国利益 自上 他以为的英国利益 但是我们这个游戏规则 那是更高的一个东西 对 所以我们服从 服从这个 他这个最近的 这个也是这个叫 在国会里的辩论时间啊 这个态度非常 就是状态非常的好 你知道吗 完全没有那种 尼尔巴基的那种啊 就是一个loser的形象 没有 而且他甚至说什么 他说是 这段时间对我来说不好过 直到啊 我看见你 他就指着他的这个对手党啊 就是直到我看见你 被推翻的那一刻 他是一顿工学吧 是 一顿工学出来的 当然一棵树上 结出来的果子 也不见得一样 你知道还有一个 他们讲 现在讲 就说这件事情 人们聊得开了啊 就说这个反映 这个世界上 现在啊 就是这个民粹主义的这种 这个大行其道 甚至有人讲到了特朗普 就是说 对有关系 而甚至有人讲到 中产阶级在萎缩 这个世界上啊 最贫富差距特别大的时候 就容易出现这种 公投的这个结果 因为就是说什么呢 所谓相对的理性判断啊 就是像那个 这个橄榄形 就是中间中产阶级 比较大的时候 是理性判断 但比如说啊 就是屌丝 太多了的时候啊 他就有一种什么 我投什么 都是为你们中上阶层服务的 跟我关系不大 而且你们喜欢什么 我偏不投什么 还有这种 所以经过很多不满 所以你看像特朗普 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啊 他虽然是亿万富翁 可他说的都是这种屌丝的话 把移民都赶出去 对吧 然后呢 你看还有一个 就是伦敦的这个市长 其实为什么 我说一个树上结俩果的 他也是一顿 他也是一顿工学的 但是呢 他显得这范儿 就你看 我就注意到 他们俩这个发型 这个特朗普 你想 这就是未来世界的领导者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我们的未来 汤哥把头发染 依然是不是也差不多 没错 你知道 就说这个事 我觉得 他们俩人 你看是看发型 这个是开玩笑 但实际上真是有关系 刚才小田你讲的 就是这个投票 实际的情况 是弱势群体投啊 有时候有点猛叉叉 这些我都明白 而且他们对他们最直接决定 他们是 现在东欧移民太多 东欧移民太多 而且他们对于这个欧盟东扩 不确定 所以他们有点害怕 但是 往生理想啊 他弄不好 我是不同意的啊 我是认为 独善其声是做不到的 还得奸祭天下 但是我觉得他们是 按我们中国的说法 是他我不愿奸祭天下 虽然过去两百年 这个世界就是在英国人的 秩序下建立的 可他们现在想 想说回来 跟那个川普在美国讲的 道理是通的 实际你看 他就是说我本来是 我认为我比你们聪明 我比你们生活的好 只要你们照我的方式 你们也可以生活的好 现在他的逻切是 我不管你们了 我只管我自己生活的好 我要来管你们是管不了的 我觉得啊 就是至少现在这一次 选择脱欧的这帮人啊 也不是一开始 就想去管他们的那帮人 你要这样想啊 他就是不想管 本来一开始 他们也没想管 想管的那些人 现在依然想管 依然想成为他们 其中的一半 但是想脱欧的人 就是说这些人 千万我们不能够管不了的 但是我觉得 徐老师也刚才也在讲啊 这个过去几百年啊 英国他这个外交政策 这是最近比如说 很流行的 这个Yes Prime Minister 里边的那一段话 三十年前的电影 你放在线 再来看那个台词 一模一样 确实是这个样子 对吧 我们再说 这个问题最大的 这个中东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那个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啊 其实还是这个英国 你要看那段历史 那个马克马洪 麦克马洪 麦克马洪 对 麦克马洪信是他 那个问题也是他 然后这个尾巴问题 其实也是他 他那个时候 在埃及也做了大使 然后他给谁谁谁 写信 去promise 有一个承诺 那英国外交部 又给这个 以色列犹太人那边 也是写信 也是做了承诺 所以最后 就叫一个很有名的 double promise 就是英国人搞的呀 所以我这真是想不通 在英国开车 那那个地方的电线杆 都找不到 都是羊 都草地 可是他们就把工业革命 这套这套游戏规则 搞得全世界 甚至连交通信号 就全世界 今天这个交通秩序 都跟英国人有关系 所以今天你看 他一个国家里边 内政的一个问题 引到我们人民币 最近跌了很多 人民币 英镑也跌惨了 对对对 这是 其实啊 这个从某个角度看 旧秩序 新秩序 我最近跟着 基辛格学习一下 我就是发现这玩意儿 你看你们俩 刚才也在讲 什么他的这个自由的价值 理想的价值 实际上最近 我也学了个知识分子 他们在聊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 对 就是说整个 你知道欧洲大陆啊 欧盟的这个理想 和英美的理想 还不是一个思想根源 其实你讲他这个自由 其实啊 通常有一种认为 就是说英美啊 是偏实用主义的 他是实用主义 就是该怎样就怎样 对吧 但是呢 哈贝马斯他们提出 为什么我觉得他提出的很重要啊 你比如说在民主选举 在公投和这个精英政治 通常咱们说世界上那么多脑残 能让他们一人一票决定咱们的未来吗 对吧 好像有这么一种看法 但是实际上你要注意哈贝马斯等欧洲的很多知识分子啊 他们都讲到一点 他们说啊 在这个民主和这个所谓精英政治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叫做公共讨论的理性空间 因此你看咱们搞电视 公众空间 公众空间 这公众空间呢 我觉得对中国很值得借敬啊 比方说呃 在欧洲的像法国 很多电视台节目啊 在你要在中国就没人看了 都是讨论公共政治的 比如像咱们这种节目 就典型的欧洲节目 你知道吗 就是就是像大家 对 不管什么人 不管什么人 大家就像你说瑞士 为什么能有公投 他有这样的公民基础 就是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关心政治 比如成为一个公民 据说有三个条件 第一要有资产 第二要有理性判断 第三要有政治热情 就是觉得这事跟我有关系 我要参与 然后这哈贝马斯 他们的理论就是说什么呢 实际上在这个投票之外啊 在这个公共的讨论空间 这个理性空间呢 各个阶层的人充分发表意见 他们讨论的这种传统 我听听你的 听听我的 我们在辩论 在这个空间里 我们求得一个最大限度的共识 他认为是这个东西 可以决定我们的大政方针 而且说到底 还要有条件 什么 就是所有的 比如说他们的智力条件 这个环境的条件 还有一人一票制的法理的基础 对 所以说这个欧洲啊 咱们还是看看临近公投之前 他们拍的宣传片 又让我为欧洲的这个团结感动 你可以看一下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怎么办? 不能完全看后果 我们还必须从程序上来讲 那公投还有一个引起争论的事 因为美国它没有联邦式的公投 当年德州、Texas 它原来是墨西哥的 结果它自己公投要进入美国 美国就接收了 但是后来美国有几个州 自己要公投要脱离联邦 美国不准的 现在世界上比较引起争论是 因为公投常常用来解决国土归属问题 比方说挪威原来是瑞典的一部分 结果挪威自己公投了 要脱离瑞典 那个时候瑞典就非常理性 就说非常痛苦 但是我们承认你们脱离 英国现在就继承这个传统 你看苏格兰投 苏格兰决定要不要脱离英国 不是全英国投 是苏格兰投 现在伦敦就都要决定脱英的 而中国人的这个 包括它有马岛争议也是 中国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想法 就是说 我们是一大家子 对不对 那其中有两个孙子 孙媳妇 他们要脱离我们家 你们两个人投票就行了吗 还不要我们一大家子都投吗 这是中国文化 对不对 中国是这么一个逻辑 对 所以中国这个逻辑 按这个逻辑来讲 脱欧的问题 这全欧盟来投 对 对不对 哪能让你们投呢 56个民族 56多花 现在港台问题 不都是这样考虑的吗 我觉得 其实现在我们讨论 所有的这些问题 我甚至还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 希望或者幻想 我觉得也有点 这个为之过早 为什么呢 毕竟没有进入程序 实际上 那这出戏啊 它会怎么发展 不知道 英国是不是脱定了 不知道 你的意思还会有第二次公投 不一定是第二次公投 不一定是非要用公投 来扭转这个时局的 本来这个政府 就没有说是绑定的 有这个法律义务 去执行公投的结果 我们不知道 下一届政府会做什么事 也不知道国会 他会做出什么 你知道人现在都有人猜了 就说这个脱呀 要一发现脱不好啊 也可以变成那个脱 跟你脱 就因为这里边有程序 对 现在欧盟的摆出来的态度 就是说 嗨 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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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 赶快赶快赶紧的啊 你别催 但是这时候英国说 别急 别急 这个事好多程序呢 而且这个里边啊 可以有很多法律上面的 这个 这个这个过程 但是 甭管怎么说吧 这就是让人们看到一个苗头 过去的秩序将要走向分崩离析 过去我们所习惯听的道理 也许都要改一改 这个世界啊 真的是你觉得在发生变化 就是这个东西 而且甚至于就说 你说的这不就是我写的那篇文章里边的那个 你再说说你那篇文章 你不是说你看了吗 我没看 你看我就 他已经用军期了 刚才我问的时候 你看了 看了我就觉得不真诚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你就说完了 是吧 就是这意思 我就觉得 而且现在就是 不同人之间呢 咱们都说全球化 好像我们越来越互相理解了吧 可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人 我感觉啊 现在是不同人之间 越来越不能说话了 我聊的天啊 你听不懂啊 这个是更是一个 很奇特的一种 我觉得他们是对西风压倒东风 缺乏信息 以前德国 当西德把东德并进来的时候 他充满了信心 就说你们进来 你们穷 没关系 我们马上可以打造 这也是大势所趋啊 喝酒必喝 真酒必喝 但是现在英国人觉得 他对东欧 他对东欧 真的一点信心都不 土耳其都炒得要进来 乌克兰都要进来 所以搞不定 对 英国其实一直 我觉得他就是比较独立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